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没有人知道载兰叶的下落 去找他岂不是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爹爹表情却很淡定 他淡淡一笑道 以前不知他的下落 不过是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下落罢了 看爹爹说话像蝉羽一样让人听不懂 他却像拎皮球一样把我的小身子提起来道 去睡觉吧 小孩子掺和这么多做什么 哼 我能掺和的可多了 接下来我正常地去私塾上学 爹爹娘轻叛那苏小会来找麻烦 案子安排了好多锦衣卫 在边上保护我的安全 但我没见那苏小回来过 爹爹请武座给那假冒严是番的人验了尸 却发现他与那荒宅中放出毒蝙蝠 来咬伤锦衣卫的不是同一人 因为那人被抓回了赵宇 还受了刑 身上的伤口和死者不一致 哎哎 我又承担了不属于我这个年纪的困惑 不过到了危险时候 我也晓得自己这个儿子 在爹爹娘亲心中还是很有分量的 每日放学都是爹爹和娘亲轮着 接我放学回家 大多数还是爹爹来接的多 但我更喜欢娘亲来接我 因为娘亲会给我买好多吃的 当然 根本原因是她也是个吃货 今日终于是娘亲来接我了 我和芸汐姐姐都抓起自己的小书包 飞快地朝娘亲奔去 娘亲摸了摸我们的头道 你们上来一天课饿不饿呀 听说城东来了一个卖驴肉火少的 味道特别得道 我带你们去吃啊 我一听就开心地拍掌道 那我们快去吧 到了那卖驴肉火少的店前 我们看到前面已经站了好多人在排队 娘亲仰头看了一会道 这么多人 看来要好一阵子轮到我们来了 反正还早 咱们也去排着 真佩服娘亲对美食的执着 于是她便牵着我和芸汐姐姐 老老实实从对墨开始排 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快点吃到美食了 娘亲的心情不错 还哼起了小曲 芸汐姐姐道 夏姨的这首小曲是扬州的曲子吗 我在家的时候也听我娘亲哼过 娘亲摸摸她的脸道 是啊 这是夏姨几年前去扬州时学来的小曲 你娘亲嫁给你爹爹 在京城住了这么些年 应该想家了吧 这首曲子是当初 她和陆毅为了接近载兰叶的时候 在那寿西湖的画坊上听寿马唱的 她当时觉得好听便学了下来 仿佛有感应似的 想到载兰叶 娘亲看到一蒙着面纱的女子 从前面经过 她神色一变 马上对我道 元宝 你和芸汐先继续排着队 你爹爹安排保护你们的锦衣卫 就在这附近 等你买好了驴肉火烧 就让他们各自送你们回去 记着驴肉火烧一定要买大份的 得 这个时候还不忘了吃的 娘亲交代完就像兔子一样的跑走了 那女子的步伐很快 却又不会完全让娘亲跟丢 总是故意与她保持一段距离 等到了一个无人的小巷 娘亲看到她就站在墙角 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拨弄着 蔓延至墙头的薔薇花 听到娘亲的脚步声 她转过头来 摘掉了脸上的面纱 对着娘亲微微一笑道 袁姑娘 不 现在应该叫陆夫人 好久不见 娘亲看着她道 果然是你 载兰叶 载兰叶玩耳一笑道 我知道陆大人最近在派人找我 正好 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她 第49集 载兰叶成为花魁 将为陆毅破案立下其宫 等我买好了驴肉火烧 跟紧一位叔叔们回家不久 娘亲也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个顶漂亮的阿姨 她一瞧道见我就说 这就是你和陆大人的孩子 长得倒是冰雪可爱 想不到一见面就被夸了 我立马对这漂亮阿姨有好感了 想不到娘亲还谦虚道 小时候长得可爱也没什么用 这长大后长残的小孩也多的是 嗯 不带这样子的呀 忽听爹爹的声音响起到 元宝长得像我 性格像惊吓 长大后必不会拆到哪里去 呜 我都要感动得哭了 从未觉得爹爹的画像 今天这半钟听过 爹爹走到那漂亮阿姨面前道 宅姑娘能主动现身 看来是知晓陆某在派人找寻宅姑娘了 原来这漂亮阿姨就是爹爹 一直派人在找的宅兰叶 只见宅兰叶观尔一笑道 陆大人有吩咐 兰叶岂能不现身 娘亲却忍不住了 她拿着我买的驴肉火烧 狠狠地啃了一口道 你们就别客气来客气去的了 宅姐姐 你不是说有秘密 要告诉我夫君吗 娘亲一向人缘好嘴甜 什么人她都可以姐姐妹妹地叫着 这也给她办差的时候 提供了不少便利 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宅兰叶从怀里掏出一个紫色的小药频道 我听闻这京城中出现了毒蝙蝠 还到处咬人 中毒者还会狂兴大发 到处咬人 被咬者也会中毒 这便是那毒蝙蝠的解药 不过大人可得省着点用 我只有这一瓶 爹爹还未表态 娘亲先大喜道 宅姐姐 你怎么会有解药 宅兰叶仍是淡淡一笑道 不过就是我抓到了一个养毒蝙蝠的人 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我还知道现在全城都在通缉苏小 他以前的确是严士帆的手下 负责帮他联系严海一带的倭寇 当然他帮严士帆做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憎恨朝廷 当初苏大学是被斩首 苏家母女其实是被严士帆送到了东营 他在那学习了一身本事 再回来时 严松倒台 严士帆被斩首 他的那些逃窜在外的羽党群龙无首 他手段有厉害 便认了他做首领 不过 载兰叶说着似笑非笑地看着爹爹 我听说苏小以前是陆大人的未婚妻 他好像对你于情未了呢 爹爹的神色马上冷下来道 我没有什么未婚妻 现在有解药还不够 还需要找到那些人的老巢 将这些毒蝙蝠彻底消除 否则若是他们发起猛攻 将所有的蝙蝠放出来 这又是在天子脚下 京都种地 后果将不堪设想 载兰叶道 我知道他们的老巢在哪 大人如果放心我 可以派人跟我来 爹爹点头道 如果载姑娘方便 咱们即刻就可动身 载兰叶笑着反问道 大人怎地如此相信兰叶 爹爹也一笑道 谁都知道当初严士翻能倒台 载姑娘功不可没 如今那些鱼党定是恨载姑娘狠得牙痒痒 载姑娘应该比陆某更想将他们彻底铲除吧 爹爹速度特快 一方面派人将解药送去了林姨婆的医馆 一方面派着人马在那载兰叶的带领下去找那苏小的老巢 娘亲也跟着去了 只有可怜的我成了留守儿童 不过后面的事 娘亲都跟我说了 那日天色刚黑 又下起了小雨 爹爹怕打草惊蛇 就让所有人都换上了夜行衣 娘亲以为既然是老巢 还是养毒蝙蝠的老巢 就肯定是一个阴森森的地方 谁知在蓝叶带他们去的 却是一座青楼 到了晚上 青楼已经营业 在烟雨朦胧中 只听到司主管弦之声 从那挂满了红灯楼的阁楼里飘出来 娘亲问道 仔姐姐 这可是经常最著名的翠香楼 你确定没带错地方 仔兰叶道 不会有错 这六年我便栖身于此 做了这翠香楼的花魁 所以也知道了她的秘密 娘亲又惊到了 认识仔兰叶的时候 她是扬州兽马 后来 严氏翻身死 她也没了踪影 大家都以为 这仔兰叶 归隐找了个人家架了 想不到竟然藏身在这脆香楼里 真是大隐隐于世啊 仔兰叶继续道 待会就我和陆大人先进去 袁姑娘可带着锦衣卫诸位大人们 在外面守着 在外面守着锦衣卫诸位大人们 在外面守着锦衣卫诸位大人们